- monsieurяют 那里泡? 我怎么跟你演中不成障礁? 哇...嚣了哗? 我靠妈咪了吗? 我靠妈咪了,爸 我今天国家跟妈咪讲的 是,应该是我们关中的人 所以,我现在就是 就是要打电话给Jasper跟阿迪来我家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打算打电话给Jasper先啦 因为我的爸爸就是看到了我过后 跟我讲他也是跟妈妈一起去我的一个亲戚的上市 所以家里现在就是没有父母在 所以我就是打电话叫Jasper跟迪来 我再打算看要怎样做啦 哈喽哲明你现在在里 我在家 你刚睡醒啊 我差不多 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 我家好像不知道被一个观众什么迫气啊 写着很高鬼在我前面的墙壁呢 你可以来一下吗 你可以来一下吗 现在OK 我再来 我跟阿迪讲哈 OK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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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来我加一下吗 你做完了吗 你已经 我才刚刚不准备我 哦 因为我家好像不知道被那个水迫气啊 我看到外面就是写着很高鬼这样啊 应该是观众而已 所以你可以来我加一下吗 就是我已经叫Jasper来了 什么什么 就是我家吗 那个外面的墙壁就是给人家破气写着很高鬼 然后 还有嘟嘟一下啊 你可以来一下吗 好 我已经叫Jasper了 我Jasper告不几万人等了 啊 你做完你来啊 我叫Jasper来先 OK OK 拜拜 哇 所以现在Jasper就已经到我家了啦 哇 哇 来进来一下 他在那个前面那边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了 你的墙壁 他在前面前面 你在闪到吗 在那里哦 在那个小门那边 左边小门那边 小门那边 很严重啊 很严重啊 碰两个墙啊 哇 哦 他还放笑点头怎么回事 我也不动 我对啊 看到那个可怕鬼在旁边 哇 可怕鬼 又会这样子啊 我也不躲啊 早上睡醒我爸爸跟我讲 他看到了就叫我洗了 诶 你们最近 我猜就是前几天那个观众啊 你来咯 对 不用讲我们的阿弟先 我们再商量看要怎样 所以现在阿弟已经到我家了 阿弟我们在这边 旁边 对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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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披 哦 诶 隆边还有 刚好鬼哟 诶 不是爱还是恨 不是爱吧 爱我们就不会做这样的东西了吧 小脸咧 可是我就问你有没有打算再给警方处理 那不能暴警吧 还是你们最终有受到什么恐怖来的 我是没有 我是看到那个 奥兰的 一个 那个人吧 可是他正常还有三名的话 我家里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啊 就来按了你这样 哦 那你跟你家人讲话啊 我家人知道哦 你家人应该是没有在家 我家人没有在家 我去上市了 哦 我猜是他啦 我家人有拍到 它是前天还是大前天的 不是今天 OK 你还够要游戏吗 哎呀呀 我爸爸已经骂我 他叫我等一下解决掉 所以相信你们大家看那个刚才的影片 就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骚扰呢 是最近我家里都有发生 就是自从那个我的家里公开的影片 就是放出来过后 就是家里不断有人来按门铃啊 我相信这些行为都是我们的观众在做啦 因为是那个视频播出来才发生的嘛 然后隐隐隐隐隐隐 我家人就是好像有听到有人喊 很高故意 然后按那个门铃啊 就给我跑掉 可是我们已经很包装到 已经应该是不知道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了嘛 可是竟然给我们找到你的大门 我相信是可能同一个大门的人啊 因为不然的话那你会知道我的家在哪里 老实讲啦 就是如果他们一直来按门铃 这样其实真的是骚扰到我家人啊 但是还没有踩到我底线啦 但是今天早上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踩到我们跟我的家人们的底线了 因为你们都知道我爸爸就是他注重家里的整洁啊 跟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啊 可是你们就这样拿那个油气来这样破坏 然后我爸爸也不能做什么又不能报警 只能很无奈的看着这些残局 然后只能自己这样默默收拾 我们一起这样找来找去 所以就想透过这个影片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真的是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我知道你们应该是有看我们的影片的才会写出Dudu 所以我知道你一定有在看到我们现在在这边 所以在这里就跟你讲真的是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啊 是啊,不要麻烦我们耶 今天是刚好我们没有做工 所以才会赶过来看一下 那其实其他天我们在做工啊 还有只剩他一个在那边有气吧 是,然后有时候我就在冰城啊 做工工你这样破气还是什么的话 我家人召唤我来 我要特地从冰城回到来 所以这次是第一次我就当做你们是好玩爱玩 就去这样画画东西咯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我们就真的要去备案 因为不要再有第三次啊 其实在几天前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破气的人 但是我肯定是他是暗门领的人 因为他暗门领了过后呢 我的亲戚就是有出去看 我看到一个人在跑 就是有用手机拍下来 但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破气的人啦 所以我就是给你们看那个影片 所以影片呢就是看到一个黑色衣服的人穿着衣服 然后骑虫虫的跑去那个摩托拉 他就是按了那个门领跑掉的人 所以也是可以看得到他的家里离出来开门了啦 是,那时候就是拍了过后按按按按门领 然后我家里就是开门的时候他就在跑跑跑跑的跑掉 所以影片中看到那个人呢他又不像是一个小孩哦 然后再加上最近那个蔡阿卡就是被洗击的时间 其实会让我们联想到他是不是要来攻击我们 因为他的鞋已经是会降不动了 而且好像很有经验诶 就不是小孩子了吗 他很有经验诶 好像怕我们的家里有CCTV拍到他的车牌那些 他就跑很远 就只是自己跑下来 按按门领又跑回去 所以这个人应该蛮有信念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不管他是不是那个迫弃力还是什么的人 就是只要有人在SPA门领还是什么的话 我们可能也是要去报警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拍这样比较负能量的影片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透过影片来跟你们讲 来阻止你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喜欢这种影片 因为我们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不要再拍 希望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影片发生 所以就是今天的影片就是到这里了啦 所以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了 拜拜